呃 哈喽 老师好老师好老师好 排名第六的家族将由 我演自己团队 为你们进行舞台指导 天呐哇 哇 哈哈哈哈这么正式啊 看一眼好 是这样 danser 太少了 四个人不够做画面撑不起来 舞蹈编的太简单了 不要唱三遍副歌 唱两遍副歌 一个danser break 就差不多了 然后有没有可能啊 就是他的声线也比较好 比较甜美 那个 你能用真声唱出来吗 因为像这种竞技舞台 如果你能唱高音的话 其实高音会蛮打动 就是现场的观众 我觉得 就可以努力一下尝试一下 那我帮你放音乐了 有一个key 没有你日子很黑白 原来这样就是夜晚 其实有时候你 对你其实顶出来那一下的声音 不是 i 不是不是 就出来 出来那个声音 一定要出来 i 就要这个声音 i i kong 加一个 love you 现在的danser break 没有推上去 你要靠停一下 love you 啪一下起来 我觉得张艺兴老师 应该算是业务狂魔的 感觉他追求的东西很多 倒 在加刺 如果这里有两个沙发 冰奇老师在哪里 然后斯坦尼康 来 这个时候可能老师们就 跟着一起下来 然后这样的话是最舒服的一个调度 原地不要动 原地不要动 不要不要不要 就是顶多是 天天在人 其实这个舞台整体上 张艺兴老师对了我操心了很多很多 就是从舞蹈 然后到编排 然后舞台 甚至说镜头调度 他都有去参与 我觉得是应该是对我的一种期望吧 对 然后后面就是 不应该切的有几个 有几个镜头 我想要天天说卡 天天说卡 就一定要有这两下 然后他就可以有那种力量起来 可以 我看舞台可能会比较浅 但是专业兴老师 他的舞台经验比较丰富 然后他的改动之后 让这首歌就能更加地突出我